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464集 巨人残骨 因为所有人都不大说话 且就算说话也都是低声 白小春觉得自己在这里要入乡随俗 琢磨着自己还是学着其他人的样子为好 于是也摆出一副冷然的模样 甚至面色也都阴沉一些 融入到了人群内 很快的 他就发现那种怪异的感觉消失了 仿佛与四周逐渐的融合 这让白小春有些开心 他正打算继续溜达时 忽然脚步一顿 侧头看向身边的一间店铺 散红阁 白小春看了看这店铺的名字 又向店铺内瞄了瞄 发现这店铺内摆放着大量的瓶子 这些瓶子里似乎存在了某种奇异的存在 使得不少店铺内的修饰都是在那里凝望观察 白小春觉得好奇 也侧身走了过去 踏入店铺后 他有模有样的来到一个瓶子前 也看了过去 这一眼 白小春立刻睁大眼 那瓶子内存在了一团雾气 很是平静 仿佛被封印的烟雾 可在白小春靠近看去的刹那 这雾气突然翻滚 竟直接凝聚出一张人脸 狠狠的贴在了瓶子内 死死的盯着白小春 那是一个女子的面孔 正念无比 目光凶残 似想要冲出瓶子 扑向白小春 这是一缕冤魂 这一幕太突然了 白小春之前没有什么准备 不由的惊呼了一声 可就在他惊呼的刹那 四周的那些修士 一个个都皱起眉头 看向白小春 与此同时 这整个店铺内所有的瓶子 竟全部嗡鸣 立刻所有的雾气都瞬间化作面孔 从那一个个瓶子内 如被惊醒了一般 居然都猛的看向了白小春 被如此多的冤魂盯着 白小春头皮有些麻 甚至他耳边竟隐隐地传来 阵阵诡异的笑声 偶尔的还有哭声回荡 最让白小春觉得内心震动的 是仿佛还有歌谣在耳边传来 与那些笑声 哭声融合在一起后 形成了一股 可以融入他神魂的力量 纠缠不休 放我出去 大哥哥 你还记得我吗 我们认识啊 如你这样的小玩儿 老夫当年吞噬了不知多少 这些声音越来越多 形成了轰鸣 在白小春脑海里挥荡时 白小春猛地抬头 他的目中露出寒芒 更有寒气 从其体内瞬间散出 右手掐绝石 不死尽之力更是散开 形成风意 向着胸口一按 这一按之下 顿时四周所有的声音 刹那消失 一切恢复如常 那些瓶子里的冤魂 一个个盯着白小春 似也察觉到无法撼动其心神 这才慢慢地收回目光 最终又重新化作了一团团雾气 漂浮不动 而这店铺内的其他修士 此刻也都在看向白小春时 露出凝重 收回了目光 继续选择自己要买的冤魂 白小春深吸口气 看着四周皱起眉头时 从店铺的角落里 走来一个穿着灰色长袍的老者 这老者头也是灰色 背着手走来 看了看白小春后 微微的一笑 新来的 老者轻声开口 白小春点了点头 有些郁闷 他此刻隐隐猜测到了 为何此地所有人 打都不喜欢说话的原因 在这里 尤其是过了戒城后 如果不想莫名其妙地 被那些冤魂纠缠 声音一定要小一些 最好是传音 这片大地 冤魂太多太多 有的能看到 有的看不到 这里的瓶子内 封印的就是亡魂 在长城内外 魂就是最好的资源 无论是修行 还是炼药 又或者法宝 都可用魂来代替 老者看了看白小春 微微的一笑 转身离去 白小春赶紧抱拳感谢 他总算是彻底明白了缘由 在这里 又看了看那些魂后 发现一个铸鸡魂 价值就已不小 而杰丹魂价值更大 至于原因以后的 他在这里还没有看到 不多时 白小春离开这店铺 再次融入人群时 他比之前更谨慎了 只是行走 一言不发 直至明月高挂时 白小春在另一间店铺外 再次的顿足 这店铺贩卖的 竟是土著 与城外的那些骸骨相似 这些土著看起来 似与修饰没什么区别 唯独身体更为庞大一些 每一个都有一掌度高 身体粗大 此刻这一个个土著被封印了全身 躺在一个个棺材内 有男有女 强悍的肉身是他们最鲜明的特点 前辈啊 我这里的荒谱 不说整个戒城最好 可以绝对数一数二了 看到白小春进来 立刻上来一个伙计 这伙计秀为主机 脸色蜡黄 扫了扫白小春后 露出恭敬之意 上前低声的攀谈 白小春好奇的上前观察一番 尤其是看到那些土著的牙齿 竟如凶手一般 看起来很锋利时 白小春吸了口气 你看他们的牙齿 还有他们的骨头 肉身之力都极为强悍 作为普总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了 且他们身上都被吓了禁制风意 前辈可以一年操控他们的生死 与陈曼瑶不一样啊 白小春有些好奇 仔细的看了看后 有心想买下一个 可却发现这戒程内除了零食外 只有战功可以作为货币来使用 至于贡献点 这里没有丝毫用处 一个土著居然这么贵 白小春内心嘀咕了一句 那伙计在这里多年察言观色 隐隐的猜到了白小春的想法 于是呢轻笑一声 前辈应该是来这里不久吧 这些土著的价格不贵了 要知道在城城外的那些土著的城池内 一个被他们生擒的住击修饰价格之高 是同样修为土著的十倍以上啊 啊 蛮荒内的那些土著 他们卖修饰啊 当然了 修饰对城城外的那些土著而言 是最好的补品了 他们缺少灵气 而修饰体内有灵海 对他们而言修饰就是移动的灵石 火鸡蛋蛋开口 白小春觉得头皮有些麻 他一想到自己如果是被长城外的那些土著抓住了 把自己当成灵石去吸的那一幕幕 就内心疑惨 这里 太危险了 白小春崩着脸 走出店铺后 也没了心思继续溜达 于是回到了客栈内 一夜辗转 愁眉哭脸 很快的 清晨到来 赵天骄一大早就喊上白小春 众人离开了戒城 向着更深处的长城 一路过去 在路上 他们明显慢了一些 因为在这里 灵气越来越稀薄 若是消耗过大 很难立刻补充上来 而且戒城 与长城之间 明显的比之前的第一段路程更危险 这里的大地 已从之前的黑色 慢慢的出现了紫意 仿佛是被鲜血浸透了一样 至于河水 也都如此 那紫黑色的河水 让白小春等人触目惊心 除此之外 还有一处处光秃秃的山峰 看不到什么植被 只能看到一些 不知荒废了多久的山村 还有 那时而可以看到的 成群结队 呼啸而过的无数冤魂 甚至在这些冤魂内 白小春还看到了 至少数十个 堪比结丹之魂 散出强悍的威呀 好在 这些冤魂似没有太多的攻击性 虽从众人前方飘过 可却没有停留 这一幕 让赵天娇也都凝重 更不用说白小春了 他紧紧的闭着嘴 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 直指那成群结队的魂 远去后 才松了口气 随着前行 他们很难再看到有修士的身影出没 整个大地 人也稀少 仿佛不毛之地 偶尔出现的一些植物 往往会让赵天娇等人 警惕不已 因为这些植物 一个比一个样子 诡异 凶残的程度 一样如此 白小春 亲眼看到一棵大树 竟在地面上奔跑 追逐着一只 通体漆黑 足有三丈多大 身体上 长满历次的豹子 很快追上 竟扎根在这凶手体内 生生的吸干 还有一处峡谷裂缝内 竟突然的伸出一只大手 这大手明显腐烂了大半 可速度之快 气势之强 将天空上飞骨的一头黑毛打雕 直接的一把捏碎 挤出了大量的鲜血 似在品尝 还传出 阵阵 巴鸡嘴的 让人听了后 头骂的声音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